大家好 剛才做了一個直播講英文 終於可以做廣東話直播 因為Capture One有新功能 我看到外國不是很多人說 我覺得很像用英文拍就讓更多人看到 今天我要開直播跟大家說 就是有一個新的器材 就是由SMDV出的Soft Box 我自己這類小的Soft Box 我自己不是很經常用 老實說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你要帶一隻Soft Box出去 你開山其實是很麻煩的東西 但我都很想用 只不過是通常到最後就是拿把遮算 簡單一點 現在這一隻我一看到設計之後 我看見不見 我想拿來試試 早應該是昨天還是前 我走了上去Rainbow Store Rainbow Store Camera 去看這隻 我試過嘩 很棒 我跟Rainbow Peter哥說 借來玩一下 我拍片跟大家介紹一下 因為有好東西跟大家分享一下 今天我們就拿這隻東西 開箱 然後也設定給大家看 我覺得有很多好處 跟大家分享一下 在我手上的這隻就是 Speedbox Flip 24G 它有20的版本 即24應該是24吋 應該有一個20吋的版本 這隻就是24G 我們現在打開盒子給大家看看 裡面是有什麼 一個很漂亮的尼龍袋 然後裡面有一個說明書 說明書是英文的 不是韓文的 因為這間公司是韓國的 都很詳細 OK 但我大概知道什麼事 所以暫時就不看這個說明書 一個袋 很方便 很輕便 打開看看是什麼 第一就是主角 有兩者 第一個 是有個Grip 我的Grip 都獨立有一個袋子 很漂亮 我們就看看 接著就是Soft Box 裡面還有什麼東西 就沒有了 有一個袋 OK 然後就有個Grip 接著再加上就是Soft Box 我們就打開Soft Box 看看 Soft Box裡面 又有一個小袋子 應該是一個Adapter 我們等一下看看Adapter 然後就是Soft Box 自己 OK 我先放下膠袋 Soft Box 它最正的地方就是 我都不知道有什麼好示範 因為如果我示範的setup 應該會嚇到大家 我現在就打開Soft Box setup 就是解開 有一個魔術 貼 setup 我那個Live怎麼做 我3秒做完setup 這個就是Soft Box 我覺得最正的地方就是 setup 是很方便很快捷的 除了setup 很方便很快捷之外 另外我覺得很重要的是什麼 它這裡後面 其實是 這裡有一個 我們統稱叫Speed Ring 但是除了Speed Ring之外 下面這裡就有個手柄 就是說你可以這樣手拿著 但是除了讓你這樣手拿著 它是有另一個功能 但是我首先要將這東西 放在燈腳上 下面這裡已經有個位置 讓你放在燈腳上 這裡會見到 它是有一點點指示 一邊就是lock 一邊就是unlock 我現在就unlock了它 放在燈腳上 lock了它 and that's it 那時候已經很穩陣在燈腳上 我覺得這個也是很好的設計 因為你一定要的 你出了一隻Soft Box 你一定要放在燈腳上 有時候可能handheld 如果你有助手handheld 這樣就很好 你拎一個掣 就拿出來 就handheld 我覺得是 它這個設計是很貼心的 因為平時可能有些人 你特別是用機頂燈 你不是要買一個adapter 來裝那支燈 然後現在可能是Soft Box 或者是遮掩 現在這裡已經 已經有這件事 再加上這個手柄 其實這裡有個按鈕 大家看到這裡凸出來一點 這裡有個按鈕 這個按鈕是做什麼呢 就是你按下去 按下去 它這裡已經有了Tilting Head 而且lock mechanism 很簡單 你不用扭東西 又要lock 不用按鈕 放手 很快 它這個叫Speed Box 是名不虛傳 真是講速度 但是到你要裝這支燈上去 又怎樣 這裡就有個adapter 其實在它的盒上面 是有寫到 它除了盒裡面 還有一條繩 我們等一下看一下 這條繩 這裡有個adapter 這裡就寫著 是一個 A1的adapter OK A1版本 A1 就是Prophoto 我現在就拿一支 Prophoto的 A1出來 這個adapter 就是令到你可以裝這支燈上去 我就直接把這支燈 就裝上去 磁石 OK 然後這裡 就是放下去 就有個mark 有個lock lock了 那支燈 就已經secure 而這個 你們記得 這個位置是磁石 即是說 我要拆的話 是拆得到的 一拔就拆出來了 而這個磁石 是一蓋就貼上去 但是 我們試完 其中一個 我覺得他做得好的地方 你看到這個位置 他支燈也有一定重量 所以這裡 你見到 其實支燈自己承受自己的重量 都有一定的難度 但是最恐怖的是 他這裡這個磁石 我們剛才這樣試 磁石是足夠 去這樣 去拆住 刀不甩 是很困難的 剛才我們試過 真的要拆 我想 我想有 可能有 兩三磅力 我想有 我不知道實際是多少 但是真的要用力才會掉 這個我覺得是 很好的設計 你還要因為這支燈 本身 PROFOTO A1本身 你這樣垂下來之後 你還可以轉出來 方便攝影師 在你拍照的方向 你還能看到 那個輸出 如果你需要看到那個輸出 這個我覺得 真的做得很好 除了它這一套之外 剛才你記不記得 它這個搭配器 其實這裡是有一個按鈕 我不知道大家聽不懂 這裡有一個按鈕 這個按鈕 就可以上面這裡 連搭配器 為什麼它要這樣 把搭配器 再加Diffuser 再加Grid 再加一個Gel Holder 它就整個塌 就是這樣 紅橙 Sandy Brown OK 有兩個橙 Yellow Green Blue Purple 接著有Diffuser Gel Frame Honey Chrome Grid 還有Diffuser 現在這個adapter 你就可以用它這些Gel Kit 試一個 當然Profield原廠都有 但是它這個 就這樣就貼下去 我覺得 很好 而這個力度 是很大的 剛才我們不是嘗試脫 脫這個 剛才我們嘗試在這裡脫出來 這個是很大力 所以我想 你真的不會 我現在裝下去 我試試摸一下 如果跌落後,我想Peter哥不會有什麼 我真的沒可能能拚掉 是很實正的,因為Prophoto原廠那一套 都實正的,但我想沒有這套那麼實正 還有是因為Prophoto自己有出的 因為Prophoto這枝A1 他當時出的時候就是claim他是一支影樓燈 Studio的影樓燈 他的確有一些studio的影樓燈,有一些特質在裡面 譬如他有modeling light 他是圓形燈頭 他有很多的特質 但是其中一個敗筆 就是他當時出的時候 他是沒有一個完整的系統,令到你可以用 Prophoto其他的accessories 不論是遮掩還是soft box 直到如果我忘記了,大概一年前 他就出了一個adapter 令到你就可以 所以將這支燈,就像傳統的adapter 就放進去adapter,然後這裡就有個圈 這個圈就可以吃回其他soft box 有出的應該是2000多 2000多元,正是adapter 未包soft box,未包任何其他東西 那個是Prophoto的解決 但是現在我們就有一個新的解決 就算我現在這樣,我想要藍色gel 理論上應該是可以的 理論上應該是,我可以對對的位置 是可以在這裡 我不肯定,可以嗎 是可以的 即是可以裝上gel 你想想,你不會是需要我拆開整個東西 裝上gel然後,不是 你是只需要在這裡 拆它出來 就在這裡 原來是,它的位置很適合 這個位置是會頂住的 這樣就掉了 即是說,理論上這件事是可以在外面這樣裝gel 你就可以,因為你知道如果你是一隻soft box 突然要gel它的話 如果你在外面之後,你要很大張gel 但你就可以在這裡 然後可以在這裡裝 我覺得這個設計又是很好 這個設計 OK 這件事 我覺得 如果你平時是喜歡 用輕便的器材,簡單出去拍照 有時候可能會用一些機頂燈 這樣的話 那你又想用一下soft box的話 我暫時沒有見過有任何一個其他的器材 可以做到這麼快,這麼方便 亦都可以用到在不同的器材身上 因為 其實你見到這個盒這裡 它寫了 這裡有三個 就是有一個叫 S adaptor S for speed light 我猜是standard或speed light 即是你普通的機頂燈 還有A1 adaptor 還有這個還有V1 V1就是神偶的 如果你用神偶的V1的話 它有一個專貨神偶的V1 adaptor 有ProPro Air adaptor 還有一個 S就是普通你平時閃光燈的 adaptor 就看看你是用開什麼的燈 你就去買這個speed box 我相信它可能遲些還會有不同的 adaptor 令到你可能是裝煲雲紙都可以 這個我不知道 但是它現在 官方正在賣的 就是這樣 除了這個還有 剛才也說了 就是有那個grid 即是如果你有時候說 我喜歡soft box 但是我想控制 contrast 以及light fall off 的地方的範圍 可以控制好一點的話 它還有那個grid 這個grid 就是 魔術貼的 那麼就很簡單 就已經是圍住了它 我現在因為要遷就鏡頭角度 就有點難安裝 但是我先轉過來 OK 就有一個grid OK 很fit 很英俊的 OK 旁邊是魔術貼的 就有同意 好了 這裏我不知道大家覺得值多少錢 你平時可能要買這個 adaptor 我不管你是PRO PHOTO VOTEX 還是什麼牌子都好 只是這個 adaptor 裝置 Speedlight 可能adapter 300元 然後可能你還要有一個 adaptor 才可以用到一個soft box 又或者你整隻soft box買回來 可能soft box 又要價錢 跟著它再有些持力的一些mounting位 令你可以再用一些accessories 而它現在賣的是這個speed box 這個是24吋 這個是賣1480元 是連同grid 你知道有時候soft box 整個grid都可以賣幾百元一千元 很誇張 連同grid soft box 連同這個mount 連同這個 adaptor OK 連同這個 adaptor 你選擇那個是standard的speedlight adaptor 還是V1的 adaptor 還是A1的 adaptor 就是全套 這樣的setup 賣1480元 它有一個20吋的版本 即是小一點 就是1380元 我知道有些人問我 你會認為是20吋還是24吋好一點 我真的不懂得回答你 但給我選擇我應該會選擇24吋 我會寧願大一點 因為20吋 那個尺寸 細成這樣 拍什麼好呢 除了它會方便一點 小一點之外 我就 我就暫時不覺得有什麼好處 因為它如果大一點 你可以拿後一點 感覺上它會小了 都可以做到類似效果 你又有grid 所以給我選擇我應該會選擇24吋 但是它還有一個20吋的版本 如果你有需要的話 20吋的版本就是1380元 就差100元 就是大家可以自己選擇 還有它這套這樣的filter kit 就是在做780元 你真是說買一套這樣的filter kit 買了一個soft box 都是2000元 放鬆一點 就對了 又消費券又盛 上去Rainbow就可以 一次過就搞定了 我自己很推薦 我真的想不到理由不買 我自己 我都說了 其實我現在很少用soft box 但是我都真的想不到理由不買 這一隻 Rainbow不是送給我的 是借給我 拍片介紹 我告訴你 我就應該會打電話 跟Peter說 我就不還給他 你收我錢 我就會買了他 這個就是今天要和大家介紹的 這個SMDV的產品 其實它不是真的一個很新的產品 出了一段短的時間 但在香港就好像不是很多地方有 大家如果需要的話 你就可以去Rainbow Store Camera 那裡就可以找到 這個由SMDV出的這兩個產品 它都還有很多其他產品 但是這個新出的產品 我就很覺得 很適合一些 就是很喜歡 用Speed Light 用機頂燈 會經常機動性要很高 要很快 你想一下 這個setup 我也不知道怎麼介紹 3秒 倒了 3秒setup 就已經可以 即是立刻就已經拍到東西 連這個設計 都是這樣 然後它又有魔術貼 有繩 我覺得實在太方便了 所以 如果大家是說 平時你們是會這樣 輕便的setup 出去拍攝人像也好 或者是在影樓 或者一些小的地方 在家裏 去拍攝家裏的小朋友 或者怎樣 我覺得這個 我想不到有什麼理由不買 OK 今天要介紹的 這個 SMDV的 Flip 24G Speed Box 就介紹就是這樣 有需要就 自己知道在哪裡買 大家好 我是Yanko方 下次再見 Thank you